其實牡羊是個很簡單容易輕軟的星座 很好懂很直接 有時又有點小撒嬌 所以其實你只要給予包容 就不難讓牠喜歡上你 因為牠們是很感性的動物 所以你給牠們驚喜 牠們會很開心 給理由說 黃小子又到了星座分享的時候啦 今天我要來說 如何追到牡羊女 第一步 如何吸引牡羊女有三印象 第一印象 牡羊女很注重演員 小小的外貌協會 但不一定是帥 而注重的是散發的感覺 臉、身材、氣質、腦袋 一定要有一樣指對到牠的胃口 主要是內在以及給人的感覺 第二印象 偶爾的霸氣歪容 是什麼意思呢 不是耍帥 而是發自內心讓牠覺得 有魄力、有領導力 甚至決定某些事情和果決 果決內容很廣 像是看到貓狗受傷 立刻協助 或是看到牠哭泣難過 立刻安慰 都是一種 第三印象 做事情要不斷 不可以拖女帶水 不要在牠面裡展現男人的玻璃 簡單來說 Main一點 牠們都會被你吸引到 最後 要裝作差異觀色 因為牠們有時有一點小脾氣 你必須練久 當牠不開心 你就可以感受到 讓你們往後未來的交往 才會更順利 第二部分 追求不要太麻煩 因為牡羊女不喜歡太牛 追得太積極 會感覺怨反的壓力 最好 三天打雲 兩天賽王 當然這次還在追求的時候 只要沒表現出牠對你的好感 那就不要太牛 不然會有反感 再來不要突然搞失蹤 聯絡不到 如果牠是在乎你的 當牠需要你的時候 卻找不到你 這是非常扣分的 而特別是牡羊 是情感上的動物 如果牠對你有好感 反而會開始小力 因為牠們表裡如一 所以有時會有點小韌性 你可以小蠢牠 但不要過於敏感 因為你需要給牠一個成長的空間 當牠喜歡上 牠會很依賴 也很需要你 但很有可能因為過於依賴 失去參加的動力以及機會 你要適時的給牠自己去處理事情 你只要在牠身旁給意見 讓牠知道有你的陪伴就好了 第三步到了比較開心的時候 牡羊女想要靠近你 要怎麼確定牠是喜歡你的呢 首先像剛剛說的 牠開始有點小年齡了 這是一個牠開始需要你的現象 平常會回你訊息 喜歡你 牠可能積極地恢復 會主動提出很多新的聊天話題 因為喜歡你 所以牠有很多話想跟你說 抱貝牠在幹嘛 因為這時牠可能已經有點把你當準 男友的角色 讓你安心 來說說你需要注意的事項 其實你不需要照三餐跟牠問候 早安 晚安 午安 吃飽沒 睡飽沒 之類的 偶爾可以 但更建議的是 丟問具的內容 或是提供新話題 因為這樣聊天才會增加彼此的功能 都會比單純的 重複新的問候來得好 再來最重要的是 你要書戰書學 意思就是打鐵趁熱 不要讓牠等太久 當你確定牡羊女會喜歡上你的 明顯感受到牠對你有意思了 那就告白吧 不然要是牠冷靜了 想很多後 感覺沒了 火滅了 這時成功的機率就會降低很多 當你遇到牡羊女的壞脾氣時怎麼辦 切記去了解牠的底線 然後不要觸碰 事不過三 前幾次都還可以被原諒 但最後越來越不能接受 所以這點要特別注意 那如果牠怕脾氣的時候該怎麼辦 也要回准先安撫牠 轉移話題先讓牠轉移注意 也就像母娘一樣 如果你不放牠轉移注意 牠們會一直撞 而記得就算你受不了 你也不可以對牠們大吼生氣 因為牠們很容易受傷 尤其對於牠們在意的人 牠們是個玻璃性 所以千萬要人 已經面對你這點很重要 在牠們生氣過後 牠們是屬於會自行的人 牠們就會開始愧疚 牠們會去想說 不應該對你這麼兇 牠們自己會心軟 有劇名言說過如何讓牠更愛你 就是讓牠對你更退救 所以 化為機會轉移 如果牠真的發鼻氣是牠天生女生巨來的 這個心肉的個性 那你就可以運用牠 讓牠更愛你 OK的事 終於到了最重要的時刻 告白 到了這裡你會知道 屍母養是個很簡單 容易心軟的心軟 很好懂很直接 有時又有點小撒嬌 所以其實你只要給予包容 就不難讓牠喜歡上你 因為牠們是很感性的動物 所以你給牠們驚喜 牠們會很開心 給禮物 牠們也會很感動 身為男人 其實牡羊女很容易讓我們 成就感很容易滿足 所以這點其實還不錯 而送禮物也不需要是貴重的 只要是用心的就好了 綜合以上所有的 其實牠們不複雜 是個不拐歪抹角的星座 只要感受到牡羊女喜歡你的前提之下 然後你又再氣氛好小禮物小驚喜 平常又有用心準備表現 以及準備好願意包容牠的你 你都已經萬事俱備了 那就告白吧 最後重要的是 喜歡上牠的你 要記得牠的脾氣需要點耐心 牠的韌性需要點包容 牠有時就像小孩子一樣 容易生氣 但也很單純不複雜 所以需要就是 把牠當小孩子一樣 跟牠照顧牠陪伴牠就可以了